華納集團那邊,他們現在都不獲支持 因為之前,普利哥俊,當他打到蘇勒達時 其實應該以氣風發,非常囂張 所以他也是得罪了普京 所以他接下來也沒有運行 我們多次強調,普利哥俊不會得到俄羅斯的支持 包括俄羅斯國防軍的資源 所以他們要拿到避彈衣、槍、彈夾等等 甚至其他重型的火炮、戰機等 他們拿的貨也十分少 所以普利哥俊不會一下乾的貨 但是他會慢慢乾 所以他們現在也有戰鬥機飛 例如蘇-25 也在前線飛 巴赫武附近,他們一樣有這些戰機 做巡邏,做偵察,甚至打擊等等 其實都還有的 看看他們接下來消耗資源的情況 不過以華納集團這種,沒有什麼指揮體系 純粹用錢扔進去那種做法 即是很土豪式的打法 不斷派人去死 不斷派人去死 不斷派人去打 你說中間會不會有藥物控制 我們都不說 因為這些很陰謀論 我們看不到 這件事我們俗稱 很難去說 總之他有辦法推人下去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似乎已經沒有辦法再在俄羅斯監獄 招募到囚犯 這也是事實 我們昨天都跟大家說過 現在的數據就是 去年大概9月到現在 今年春天 他們的囚犯數字相對穩定 即是大幅度有幾千人不見了那些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生力軍的問題似乎不是太足夠 這對普利哥津的增加兵源 會出一些問題 另外俄羅斯前線的軍區也換了將領 換了將領之後 某程度上 李普利哥津應該要效命 所以普利哥津似乎不是這麼聽 普利哥津也有批評俄羅斯國防部 所以明顯他不會聽取俄軍的命令 如果你不聽取俄軍的命令 俄軍就不會當你是他下面旗下 一支直屬軍隊 就是一個獨立和國 那他當然會動你 所以大家明白 這是一個互動 除了普京本身對你也有些忌之外 其實就算對俄羅斯國防部來說 你也是一個很大的命令 你不按照俄羅斯國防部的指揮 即是獨立和國 所以他也要想想怎樣去 他未必第一次打你 但起碼他也要削你的羽翼 這個必須的 另外我們怎樣看到 就是普利哥津的末落 就是近期我們在俄羅斯國防部 那邊看到 他們的民兵 即是我們說 包括頓涅茨克那邊 以及路金斯克那邊 那邊的民兵 他們之前有些人被炒 等等等等 但你能看到 其實他們的民兵 至今仍然是在前線打仗 其中一個主力之一 說真的 這群民兵 紀律不太好 打起來也沒什麼了 戰術簡直是不堪一擊 但是在這裏 他們都是人命 他們都在前線上 都是叫做 塞一些人下去打 所以這些民兵 其實當時在赫爾松也有不少 他們叫做 衝撐一下場面 在人力 其中一個人力 落面作戰 所以你見 民兵 其實也是在戰爭裏 都需要 不過 講戰力 跟俄羅斯政規軍差很遠 俄羅斯政規軍有時 見上這些民兵 其實都不想過去幫他 因為他感覺 其實這些民兵 都不能打 所以你幫他 其實都是相當無謂的事 但你見到 例如我們講 Gilgin 吉爾金 以前就是這些民兵指揮官 他們會經常指控 俄羅斯的國防軍 現在問題就是 俄羅斯就算要支持這些民兵 所以他都不支持 普利哥津那種 那種 這是糟糕 而普利哥津 其實有程度上 現在俄羅斯已經分別 俄羅斯的國防政規軍是一支部隊 民兵是一支部隊 普利哥津是一支部隊 然後卡德羅夫是一支部隊 志願軍 即是之前拿contract買人回來 又是一支部隊 你看到五支部隊的存在 五支部隊裡面 理論上 民兵和正規軍 都可以由普京和少伊古那邊控制 然後卡德羅夫 表面上是聽哈利姆林共 然後普利哥津就是普利哥津自己 那麼志願軍就很難說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志願軍那邊 又有另一個消息 就說 近來他們不夠錢 哈利姆林共找不到數 找不到數的時候 令到志願軍的軍心 立即就動業 動業得很厲害 那麼這班人 我們叫做BARS 名字就是戰鬥陸軍預備役 即是叫後備軍人 我們叫做BARS BARS 當時招募他們 我們都跟大家說過 在全俄羅斯各地都招募他們 大概在2021年開始 在打仗之前已經有了 這班人 就是一個三年的合動 打到2024 當時每個月其實不多 4000至9000勞部 不是美金 是勞部 4000至9000勞部 即是一個月1千元港幣也沒有 其實這麼少的錢 你也不肯付 你想想多糟糕 你本身給的食物 預寒也不夠 少少錢你也不肯付 所以現在這些戰兵 開始崩潰的現象出現 連俄羅斯自己裏面的blogger都說 你不快搞 你不盡快解決這些是炸彈 真是糟糕 而另一個問題就是 一個政治上 誰搞這個炸彈出來的 就是來自俄羅斯總參部部 所以如果總參部部搞不定這個炸彈 你們的總參部部長 你也不肯付錢 一定 你說要搞這件事出來 怎樣去找一些志願役的預備役人員回來 然後你又不肯付錢 你就是計錯錢 你計錯錢 你給聖上建議 你真的不肯付錢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好笑的 但問題就是 你問老闆 你又不肯付錢 那怎麼辦呢? 現在這個大陀佛 就是由俄羅斯總參部部搞出來的 你不肯付錢 就不會跟你賣單 但現在這群人都拿著槍 那你怎麼辦呢? 第一你要將他們繳蟹 第二要怎樣? 挖個撈子 你又不肯付錢 那這群人扔他回去 又可能會造反 那怎麼辦呢? 原地解散 那這些就真的要看俄羅斯軍方 現在要怎樣去處理 這種對軍隊的不信任 這種情緒蔓延下去 在這場仗裡 你沒辦法打得贏 你沒辦法支付到薪水 是吧? 也不肯承認他們真的有參國軍 可能你連參軍的證據都奪去 就等他們回去 都不能做任何司法程序 那這些就真的相當卑鄙 當然俄羅斯始終都會吃回惡果 但這一刻短期內 你就不覺得 所以我們就講到 即是志願軍那些位置 究竟現在誰在控制中不知道 會不會又變成狼狼國? 可能性低一點 因為他們真的射無頭不行 他們真的沒有頭 所以他們一群散兵游勇 又真的組不成什麽的勢力 這也真 但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人的野心 其實他的野心一定有 他現在似乎是會 第一 他是想拉攏民丁 想拉攏民丁那邊 跟他合作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整合大家的部隊 民丁始終都不是來自於 俄羅斯國防部 資源上是 但你人或者很多事情都要自己籌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普利哥中有錢 民丁有人 大家不可以小看這個結合 一個人有錢 一個人有人 大家是各取所需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他可以鼓動到民丁加入他那邊 普京真的睡不著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說 在勞金斯克和頓利斯克的民兵 最後投向了普利哥中的陣營 大家可以想到俄羅斯內戰 真是會變成了 在這裏的民兵 他們不是聰明 但他們有無限金錢 說真的 你說俄羅斯國防部有錢 還是普利哥中有錢 普利哥中真的不是窮 他們在來中非共和國 在利比亞地區 他們有礦 他們有洗黑錢 他們有很多東西 他們有很多利益 他們都能捱得到 再加上有民兵的資源 甚至乎你佔據了這裏做土皇帝 即是你跟民兵那邊的政府說 我們做土皇帝 這裏的資源全部都是我們做的 俄羅斯被你一鍋翹起 當然俄羅斯也會派人入地 那烏克蘭又怎樣? 背後插利利又死 到時的進退失去 這就是三國治 三國治是當初的漢宇和劉邦 漢宇和劉邦中間還夾了韓信 漢宇的情況已經去到就是 有人跟漢宇說 如果你投靠劉邦就劉邦贏 你投靠劉邦贏 你投靠劉邦就是漢宇贏 好了 最好就是你中立 你就是第三方勢力 你兩個都不幫 坐山官府特 最後就是最後一擊致命 就劏入他們 你直接成為天下共主 現在普利哥宗可能是在打這個主意 俄羅斯和烏克蘭在打 然後我就建立那個個人勢力 成為韓信 這個第三勢力 我幫誰誰贏 但我當然就不要幫 再混合現在民兵這一邊 裝大他的兵力 錢他是有 再加兵 再加他自己的兵 俄羅斯真的有點危 尤其是現在西方這樣打下去 當然你說 這就是陰謀論 完全不容易去處理 所以你說到普利哥宗到最後 他還有多少部棋可以選擇 其實他還有多一部棋可以選擇 就是他和卡德羅夫的合作 卡德羅夫這個人 又是古靈精怪 卡德羅夫這個人是屬於車神那邊 他是普京扶他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卡德羅夫這個人都不是好人 但我的問題就是 卡德羅夫也是很現實的政治人物 如果你給他好處 他一樣可以的 究竟你說普利哥宗可不可以給他好處 是令卡德羅夫覺得好呢 我覺得卡德羅夫和普利哥宗是同一種人 所以他們不可能是一生不留存二父 所以我就不覺得普利哥宗和卡德羅夫 最後他們可以做到朋友 不可能的 卡德羅夫現在的問題就是 始終他佔據一國的資源 就是車神 然後有普京的信任 因為普京扶他上去 他現在也是乖的 卡德羅夫在每場場面 他不是很出色 講戰功比不上普利哥宗 但是他忠心 忠心是對普京最重要的 所以卡德羅夫這個人 對指揮作戰全部都不行 資源也不是很多 他也是俄羅斯的 但是他倒向普京的話 普利哥宗也是投行的 所以卡德羅夫是以我們推選 他不會加入普利哥宗的陣營 所以普利哥宗對俄羅斯各防部 所有信息的攻擊都會理你 他一定會跟普利哥宗保持一個關係 他不會跟你反面 但他一定會跟你保持一個距離 不想跟普利哥宗走得這麼近 所以現在的光譜就是 卡德羅夫會盡量去黏俄羅斯這一邊 跟軍區的頭 未來新任的 無論是中央、西部、軍區那些指揮官 是會跟他們 即是那四區的指揮官 都是會打招呼 都是會承認他們新的指揮官的問題 也是全面擁大普京 這是必定的了 而普利哥宗會嘗試玩一些激進的東西 嘗試有沒有極端民族主義的人 即是俗稱很右派的人 爭取他們的支持 然後在俄羅斯尋求一些民意的支持 包括收買一些blogger 收買一些傳媒 幫他做勢 如果可以用文明的方法 或者在2024迫走普京 不可以的才會再想 那些什麼軍事政變 但普利哥宗一定 當了俄羅斯國防部 是敵人這樣打 這是必定的 可能會在傳媒戰上 收買一些blogger 不斷攻擊俄羅斯國防部 製造民意 但是他反而因為獨立無國 他反而可以打 如果俄羅斯退兵 他也不能打得多多 但你會觀察到 這就是現在在古哈蘭境內 不同的勢力糾纏著 所以有時候的戰局 就未必純粹像我們看的一樣 好 好